发现和分享手工的喜悦 这里是恭喜手工实验室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初件配饰系列 马蹄莲的勾边教程 配饰包含项圈及一堆耳环 线材采用法国进口8号雷斯线 搭配包金材质配件及进口米珠 成品清新简约,线条流畅 搭配简单的着砖及能营造独一无二的风格 具体配色色号和勾增型号参考材料包详情 购买原版材料包可在淘宝搜索店铺 恭喜手工实验室 或店铺号99350333直达店铺 如果想要第一时间收看更多更新的视频教程 扫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新浪微博 接下来我们进行耳环花朵部分的演示 首先进行起针 将线在左手十字上绕两圈 右手将线圈取下 接着将线在左手小指上绕一圈 从食指和中指间穿过 将线圈转移到大拇指和中指上 右手拿起钩针 钩针穿过起针的线圈 绕线 拉出 再次绕线 拉出 这样起针就完成了 接着勾一个锁针 绕线拉出 作为第一圈的起立针 接着勾针穿过线圈 绕线拉出 勾针上有两个线圈 勾针再次绕线 拉出 这是一个短针 我们在这个短针的针目上 放一个铜丝 作为标记 针目就是 短针上方这V字形的两根辫子 将铜丝从这两根辫子的下方 穿过 固定好 接着我们在起针的线圈中 继续再勾五个短针 这样完成了第一圈的 一共六个短针 先放开线圈 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V字形的两根辫子 组成了一个短针 一共是六针 接着我们来收一下 起针的线圈 一共有两个线圈 先轻轻拉动线头 会有一个线圈活动 先拉紧活动的这个线圈 接着再拉紧线头 这样线圈就收好了 钩针重新挂好线 将钩针穿过 我们一开始用 同时标记的 第一个短针的针目 也就是这两根辫子的下方 注意将起针形成的线头 也放在钩针上方 钩针绕线 直接从所有线圈拉出 这是一个引拔针 这样我们就结束了第一圈 勾一个锁针 作为第二圈的起立针 接着在刚才引拔的同一个针目 也就是第一圈 第一个短针的针目上 勾两个短针 相当于一个短针加针 将同时从上一圈的标记位置取下 转移到第二圈的第一个短针的针目上 接着在下一个短针的针目上 同样勾两个短针 也就是一个短针加针 第二圈的编织规律 是在第一圈的每一个短针针目上 都勾一个短针加针 完成之后一共是12针 这里已经完成了最后一个短针 在第一个短针的针目上 引拔 结束第二圈 接着勾一个锁针 作为第三圈的起立针 在同一个 引拔的同一个位置 勾一个短针 同样转移记号标记的位置 便于结束时找到引拔的位置 接着在同一个针目上 再勾一个短针 在下一个针目上 勾一个短针 第三圈的编织规律是 每隔一个短针 勾一个短针加针 完成之后一共是18针 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 自行完成 最后一针完成后 在第一个短针的针目上 引拔结束 接着勾一个锁针 作为第四圈的起立针 在同一个针目上 勾一个短针 在下一个针目上 也勾一个短针 在下一针上 勾一个短针加针 接着我们要在下一针上勾中长针 勾针绕线 穿过针目 绕线拉出 勾针上有三个线圈 绕线直接拉出 这就是一个中长针 接着我们要勾长针 勾针绕线 穿过下一个针目 绕线拉出 勾针上有三个线圈 勾线从前两个线圈拉出 再次勾线 拉出 这是一个长针 接着我们在 同一个针目上 再勾一个长针 相当于完成了一个长针加针 接着在下一个针目上 同样是勾两个长针 也就是一个长针加针 按照同样的方法 一共完成十个长针加针 这里已经完成了十个长针加针 最后还剩四个针目 在下一个针目上 先勾一个中长针 我们可以看到 从这一圈开始 编织规律会是左右对称的 所以在接下来的针目上 勾一个短针加针 在最后两个针目上 分别勾短针 接着在第一个短针的针目上 引拔结束 接着勾一个锁针 作为第五圈的起立针 在第一个短针的针目上 勾一个短针加针 当然要注意 在第一个短针的针目上 要放记号扣 接着在不加不减勾三个短针 接着在上一圈的中长针的针目上 勾一个中长针 在下一个短针的针目上 勾一个短针加针 在下一个短针的针目上 勾一个单独的短针 接着按照这样 一个长针加针 一个长针 一共完成五次 直到花朵中心点的位置 这里已经完成到中心点 因为左右两侧是对称的 会是镜像的关系 所以从左侧开始 是先勾一个长针 再勾一个长针加针 这样闯复五次 之后完成所有的长针部分后 同样是一个中长针 三个短针 最后以一个短针加针结束 并引拔结束这一圈 这里已经完成了第五圈 接着勾一个锁针 作为第六圈的起立针 接着在不加不减勾 12个短针 今天我们烦进去的 我们下期会 拜拜 我们下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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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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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个短针完成后 勾4个中残针 接着再不加不减勾4个长针 接下来我们要勾长长针的两针的加针 勾针绕线两圈 穿过下一个针目 勾线拉出 分别勾线从前两个线圈拉出两次 最后再一次拉出 这就是一个长长针 接着在同一个针目上再勾一个长长针 接着我们要完成一个狗牙针 先勾三个锁针 接着勾针调起 刚才这个长长针最后两个线圈 勾线直接从所有线圈拉出 引拔 这就是一个狗牙针 接着在下一个针目上 同样完成一个长长针两针的加针 之后左侧剩余的半边与右侧是一样的 规律只是是镜像的关系 大家可以自行完成 全部完成并引拔结束后 勾一个锁针固定 断线 这样耳环花朵就勾边完成 起针的线头 也可以修剪掉 接着将花朵的正面朝上 将一边向内卷 调整一下形状 这就是一个马蹄连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项圈大朵的花朵 勾织方法 与小朵的花朵基本类似 只是圈数和加针数 以及加针规律略有不同 大家根据图解自行完成 接下来我们进行花蕊部分的制作 先取出一根20公分左右的铜丝 穿上米珠 穿了几颗之后 为了避免滑脱 可以先将铜丝的一头 穿到第一颗米珠之中固定 继续穿好大约20颗左右的米珠 接着让米珠位于铜丝 中心的部分 对着铜丝 将这个部分进行螺旋转的旋转 一开始不熟悉 可以多尝试几次 直到调整出 比较漂亮的螺旋转的花蕊 调整好之后 可以将花蕊在花朵中间 调整一下位置 看是否合适 因为采用铜丝固定 所以方向都是可以调整的 接下来我们要将 这个花朵进行固定 在一侧土上浇水 直接捏住 这样就固定好了 接着我们要缠绕 滋干的部分 先在花朵下翻 0.5公分左右的位置 涂上浇水 接着从顶端的位置 开始往下长了 可以调整到自己顺手的方向 接着在剩余的铜丝上 再涂上浇水 继续长绕 长绕大约 2.5到3公分左右的长度 当然长度也可以根据 自己的喜好来进行调整 到了确定的长度之后 弯折铜丝 将铜丝与剩余的滋干比对 剪掉多余的铜丝 补充胶水 再继续往下长绕 这样在长绕 滋干的同时 会留下一个挂环 便于之后 安装耳钩 长绕到花朵底端时 可以 适当多长绕几圈 让滋干和花托的部分 连接的比较顺畅 最后再补充 一些胶水 将线头固定在这个地方 多余的线 剪断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进行耳环的安装 先取出一个4毫米的开口圈 用辅助工具打开开口圈 安装在之前预留的这个挂环上 接着取出耳钩 安装耳钩要确定好方向 最后合上开口圈 最后合上开口圈 这样耳环就制作好了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 项圈滋干部分的讲解 滋干部分 我们使用出现来进行演示 同样是环形起针法 起好针之后 注意这里不需要起立针 因为是螺旋向外勾之的 直接勾六个短针 注意在第一个短针的针目上 仍然要标记记号 六个短针完成后 同样先搜一下起针的线圈 搜线圈的方式也都是一样的 线圈收好之后 勾针重新挂好线 螺旋勾字不需要引拔 也不需要起立针 所以我们找到第一个短针的针目 直接开始勾第二圈的短针 之后就不需要再数圈数 勾的同时注意将起针的线头 放在勾针的上方 收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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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先